小刚是一个30岁的白领,平时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也没有什么运动习惯。 他从高中开始就有吸烟的习惯,每天至少一包烟,有时候还喝点酒。 他觉得这样可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最近,他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总是感觉不舒服。 有时候会咳嗽,有时候会胸闷,有时候会出汗,有时候会呼吸困难。 他以为这只是因为疲劳或者感冒引起的,就没有太在意,也没有去看医生。 但是这些症状并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于是上网查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症状竟然跟肺癌很像。 他吓了一跳,心想这不可能吧,自己才三十岁,怎么会得肺癌呢? 他赶紧预约了医生做了一些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医生告诉他,他确实患了肺癌,并且已经是中晚期了。 小刚的故事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惋惜,他为什么会得肺癌呢? 他又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疗呢? 肺癌的危险因素。 吸烟是肺癌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据统计,全球约有80%的肺癌患者是吸烟者或者被动吸烟者。 吸烟会导致各种有害物质进入肺部损伤肺细胞的DN, A使其发生突变和癌病。 吸烟的时间越长,频率越高,患肺癌的风险就越大。 因此,戒烟是预防肺癌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空气污染也是肺癌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 空气中的尘埃、烟雾、汽车尾气、工厂排放等都含有一些致癌物质。 乳本、甲醛、失眠、放射性物质等。 这些物质会随助呼吸进入肺部与肺细胞接触, 引起炎症和基因变异,从而诱发肺癌。 因此,减少空气污染和避免长期暴露在污染环境中 是预防肺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 遗传因素也会影响一个人患肺癌的可能性, 但是相比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的作用较小。 一些人可能天生就有一些易感基因或者缺乏一些保护基因, 这会使他们对致癌物质更敏感或者降低他们修复DNA损伤的能力。 如果这些人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如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 那么他们患肺癌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和基因特征, 以及定期进行体检和筛查, 是预防肺癌的又一项必要措施。 以上就是导致肺癌的三个主要危险因素, 你是否了解了呢? 那么如何诊断和治疗肺癌呢? 请继续往下读。 肺癌的诊断和治疗 肺癌的诊断和治疗是一个复杂而专业的过程, 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一般来说,肺癌的诊断和治疗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初步检查。 如果你有肺癌的疑似症状, 如咳嗽、卡险、胸痛、呼吸困难等, 你应该尽快去医院进行初步检查。 医生会询问你的病史、家族史、吸烟史等, 然后给你做一些基本的检查, 如体温、血压、心率、血肠规等。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判断你是否有肺部感染或者其他疾病, 以及你的一般健康状况。 第二步,影像学检查。 如果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 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些影像学检查, 如胸部X光、CT、MRI、PET等。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你的肺部结构和功能, 以及是否有肿瘤或者转移造。 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肺癌的位置、 大小、形态、分布等信息。 为后续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第三步,组织学检查。 如果影像学检查发现了可疑的肿块或者结结, 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些组织学检查, 如支气管镜活检、 精皮穿刺活检、纵隔镜活检等。 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获取肿瘤或者淋巴结的组织样本, 然后进行显微镜下的观察和分析。 组织学检查可以确定肿瘤是否为恶性以及肿瘤的类型。 分析、分子标志物等特征。 这些特征对于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非常重要。 第四步,分期。 如果组织学检查确诊了肺癌, 医生会根据肿瘤的大小、淋巴结受类情况、 远处转移情况等因素对肺癌进行分期。 分期是指将肺癌按照其严重程度分为不同的阶段, 从零期到IV期,数字越大表示肺癌越晚期, 愈后越差。 分期可以帮助医生评估患者的愈后和生存率, 以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第五步,治疗。 根据肺癌的类型、分期、特征等因素, 医生会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方法。 手术。 手术是指通过外壳手术切除肿瘤和周围组织, 以达到根治或者缓解目的。 手术适用于早期或者局部进展期的非小细胞肺癌, 以及部分小细胞肺癌。 手术有不同的方式和范围, 如歇形切除、断切除、液切除、全肺切除等。 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并发症, 如出血、感染、肺部张等。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评估和决定。 放疗。 放疗是指通过高能射线或者粒子术照射肿瘤, 以达到杀死或者抑制肿瘤细胞的目的。 放疗适用于不能手术或者拒绝手术的SCOKE, 以及广泛期的SCOKE。 放疗有不同的方式和剂量, 如外照射、内照射、 立体定向放疗、 质子治疗等。 放疗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皮肤损伤、 口腔溃疡、 食道炎、 肺纤维化等。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监测和处理。 化疗。 化疗是指通过静脉或者口服给予一种或者多种抗癌药物, 以达到杀死或者抑制肿瘤细胞的目的。 化疗适用于不能手术或者放疗的SCOKE, 以及有转移或者复发的SCOKE, 化疗有不同的方案和周期, 如薄类药物、 紫山唇类药物、 及西他病等。 化疗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恶心呕吐、 脱发、 贫血、 感染等。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调整和缓解。 靶相治疗。 靶相治疗是指通过口服给予一种或者多种针对肿瘤特定分子标志物的药物, 以达到阻断或者干扰肿瘤细胞信号传导的目的。 靶相治疗适用于具有特定基因突变或者表达异常的SCOKE, 如AGFR突变、 AUK重牌、 ROSE重牌等。 靶相治疗有不同的药物和方案, 如急飞替尼、 ICT尼、 客座替尼等。 靶相治疗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皮疹、 腹泻、 肝功能异常等。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监测和调整。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指通过静脉给予一种或者多种能够激活 或者增强机体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药物, 以达到消灭或者控制肿瘤的目的。 免疫治疗适用于具有高表达PD-LE或者微卫星不稳定MSH等SCOKE, 以及经过化疗后仍然进展的SCOKE。 免疫治疗有不同的药物和方案, 如帕姆丹抗、 奈沃丹抗、 阿特珠丹抗等。 免疫治疗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皮肤反应、 甲状腺功能异常、 一线炎等。 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监测和处理。 肺癌的预防 肺癌的预防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减少接触致癌物质, 及时发现和治疗肺部疾病。 以下是一些预防肺癌的建议。 戒烟 戒烟是预防肺癌的最重要的措施, 无论你是主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 都应该尽快戒掉这个坏习惯。 戒烟不仅可以降低患肺癌的风险, 还可以改善你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如果你觉得戒烟很难, 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如使用尼古丁替代品参加戒烟课程, 咨询心理医生等。 改善空气质量, 改善空气质量是预防肺癌的另一个重要的措施, 尤其是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 你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有烟尘、 雾霾、异味等污染物的环境中, 如工厂、车站、餐馆等。 你应该经常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和清新。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器、 植物、香薰等来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当空气污染指数较高时, 你应该佩戴口罩或者减少外出活动。 均衡饮食, 均衡饮食是预防肺癌的又一个重要的措施, 因为饮食会影响你的营养和免疫状态, 从而影响你对抗肿瘤的能力。 你应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抗氧化剂、 纤维素等有益成分的食物, 如水果、蔬菜、 全穀物、豆类等。 你应该少吃一些含有致癌物质 或者刺激性物质的食物, 如烧烤、 腌制、 油炸、 辣椒等。 你也应该适当控制饮食的总量和热量, 避免过度肥胖或者营养不良。 适度运动 适度运动 是预防肺癌的还一个重要的措施。 因为运动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增强你的体力和体质, 提高你的免疫力和抗压能力。 你应该每天进行至少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如散步、 跑步、 游泳、 骑车等。 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助于锻炼呼吸机和扩张肺活量的运动, 如唱歌、 吹奏乐器、 做深呼吸等。 运动时要注意适量适度, 不要过于剧烈或者过于轻松,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喜好来调节。 定期体检, 定期体检是预防肺癌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方面, 也是一个需要及时和主动的方面。 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年龄、 性别、 家族史、 职业史等因素, 选择合适的体检项目和频率。 我们应该注意自己身体的任何异常变化或者不是感觉, 及时就医并做相关检查。 我们应该积极配合医生的建议和治疗, 遵守用药规则和注意事项。 我们应该及时了解自己的基因特征和分子标志物, 以便进行个性化的预防和干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肺癌的知识和信息,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文章。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帮助你和你的家人远离肺癌的威胁。 享受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谢谢你的阅读和支持。